大家好,欢迎来到飞飞的家 今年种的长茄子有两个可以吃了 摘下来,做了个怪味炸茄条和大家分享 用我们调制的独特的怪味面糊 榨出的茄条,外酥里嫩 加上罗勒的香味,非常好吃 下面,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吧 菜园里刚摘的两根紫皮长茄子 去掉根部 切成四五公分长的段 取一段,切成一公分左右的厚片 再改切成长条 切完后,放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清水 再加入一小勺盐 一小勺白醋 用一个盘子压在上面 这样,茄子就不会变黑 现在准备怪味面糊 取一大碗 里面加入一杯的中筋面粉 两大勺玉米淀粉 四分之一小勺小苏打 一小勺辣椒粉 一小勺孜然粉 一小勺五香粉 四分之一小勺盐 搅拌均匀 打入一个鸡蛋 先加入三分之一杯水 然后用一个手动搅拌器 朝一个方向搅拌 看粘稠情况 加入适量的水 直到这样 不要太稀 就可以了 总共大约用了四分之三杯的水 前面忘了加花椒粉 现在补上 加入一小勺花椒粉 搅拌均匀 这样,面糊就调好了 放一旁备用 把泡好的茄条洗两遍 然后用手挤干茄条里的水分 放入一个盘中 再用厨房纸继续吸干茄条表面上的水分 像这样的 茄条表面没有水分 将一半的茄条倒入面糊里 搅拌均匀 备用 现在可以开始炸茄条了 把油锅烧至160摄氏度左右 把挂上面糊的茄条 逐个放入油锅 用筷子轻轻将茄条划开 不要让其粘在一起 炸至微黄 把萝勒叶放入 烧炸一会儿 捞出 准备复炸 把油锅加热到210摄氏度左右 把炸好的茄条放入复炸 这样炸出的茄条更外酥里嫩 大约炸一分钟左右 捞出 放在厨房用纸上 最后装入盘中就可以开吃了 吃一个尝尝 带着怪味的外皮 非常酥脆 听听这酥脆的声音 里面的茄条非常软糯 比肉还好吃 也可以再撒上鲜香辣椒面 香辣味更浓些 味道非常不错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收看 下集再见 下集见